大家好 欢迎回来《网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7月5日星期二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帮帮手订阅《网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香港01》将两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得主 也可以称为国际殿堂级纪录片导演阿文斯 他对于香港2019年反修例风波所发生的事 根据他走访了不同的冲突现场 也因为他想记录一些不同阵营的人士 他们的友情 爱情 亲情 在他们所谓的时代里面有什么叫转变 我想提到这一点大家应该都会有很深的感受 因为这件事而令朋友 可能亲人 面左左右 甚至乎本来大家是很好的朋友 都因为这些所谓的政治问题 而互相block了对方 即是代表没有朋友做 甚至乎在其他的WhatsApp群 Facebook群 破口大马 阿文斯所说 即是当他实地在香港感受 这些人同事之后 和亲历其境以外 终于发现到 整件事是远比欧洲主流媒体 所说什么牛仔和原住民之争复杂得多 所以他将这些所见所闻分成10集的纪录片 名字叫《香港被掩盖的真相》 我当时看到的网友也有发给我看 我一开始也未够时间慢慢去讨论 究竟拍到什么和说什么 当我看到其中有一节 或者叫《黄蓝撕裂》 我看到这四个字 我真的感慨良多 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分成黄蓝 社会也刚才提到 这个撕裂不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 立法会也好 政府也好 引起的一些社会的纷争 所谓的有一些撕裂 例如想当年 高铁究竟是否撥款被他建 我还记得当时他们说要包围旧的立法会大楼 什么围住他 又要苦行 又说要不要撥款 其实到了今时今日 建好 正在用 是不是如他们所说这些大白杖这么不应该建 现在有目共睹 这些撕裂可能对我们来说 就没有这么叫切枯之痛 如果在今次这叫黄蓝的撕裂 我想这个痛 或者这个问题 我想到今时今日也在 为什么我看到由 阿文斯导演他去做的这十集 我未来可能会还有其他集数 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谈谈谈谈 可能每个人看完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感受 我也很想在节目里面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 阿文斯导演和我们《魔眼编辑部》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在香港这么久去见证这件事 也是被不同的听众或者不同的网台去救病 你们也不是最贴地 但其实有一件事可以叫做旁观者清 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 当然在这个黑暴事件里面 有一些时段我和社长和台仰都有回到香港 只不过逗留的时间不是说很长 可能我每次就过几星期或者一个星期以内 台仰比我久更多 因为他远在纽西兰回到来 逗留的时间一定会比我更久 社长因为工作方面 chick check 久不久又要回到香港 说回为什么黄蓝丝列的感受那么深 因为我看到阿文斯导演和我们的看法也挺近似 提到自从2014年所谓的占领行动开始 政治敌我二分法 支持占领者他们就开始叫自己黄丝 因为黄丝带 支持警察执法的就会叫做蓝丝 也当时出了一个你有黄丝我就有蓝丝 你黄丝带我就有蓝丝带 而之后79天的占领行动结束之后 经过这个五年的优养生息 那究竟是不是叫做完完全全的优养生息呢 我就不敢完全地认同 因为那帮泛民友依然在搞事 例如对于兜改意识规则 又是大家扎刑包围立法会 很多这些不同的东西 虽然说到这五年是休养生息 不过那个颜色政治撕裂出来的伤痕 不单止叫做没卖口 甚至在2019年的反修论风波里面 这个伤口溃烂发炎含龙 其实有个网友说得很对的 他之前留个言给我和我聊天 他说散运之后 政府没有好好去疏理一下 这些人的情绪也好 或者他们的什么黄丝蓝丝 或者那种对立 其实是潜藏在内心 只不过当时这次可以叫做雨伞的失败 但是他们怎样 还有没有机会回来呢 其实当时在鱼蛋的暴乱里面 看到一些苗头 不过仍然未有好好处理过 那究竟像这一刻那样 等于等于我们就算做这一节节目 有些人都可能会觉得算了 过去了 不要管那么多 不要说那么多 还说? 但是就是这些黄蓝的问题 你能够跟我说没有吗? 不存在吗?不是啊 如果好像安文斯导演的意思那样 假如现在只不过等于 另一次的散运 黄丝、蓝丝仍然是在 即是从2014年 大到2019年 两次你只能够说他 是越波越大 你不喜欢就去BNO早家 但你记住有一部分是坐牢 不能够走的那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又觉得是被这个叫做政权 令到他们坐牢 令到他们日口 生活威不不得志 因为有那个案底 有些都说的 不是有黄蝶肯请你 他们没有工作那怎么办呢? 仍然都是一个社会的潜藏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 所以就说道致政治病菌深入了这个骨髓 个个就很热衷于这些 用颜色来政治化自己和其他人 即是以黄为荣 即是他们蓝的也会说自己是蓝型 黄色又说自己是黄圈 很多这些不同的说法 也说到了 舆论也从《逃犯收定条例》里面来说 究竟收不收定 变成蝶蝶不休的警察执法争议 阿文斯也说警察无疑陷入困境 黄丝的撕裂 蓝丝也一起撕裂 这些纷争就令到黄影不满意 部分警察使用一些不合比例的武力 甚至觉得他们濫用执法权力 粗暴对待这些示威者 而有一部分人我只是这么看的 看到电视画面看到这些 他们觉得粗暴对待示威者的行为 然后就讨厌了警察 甚至变成他们所说的黄丝 或者叫黄形 黄圈 然后不时在示威现场 欲骂警察 甚至与警察对骂 而警察的情绪和压力也到了临界点 所以说据报有一些警员的家属和子女 也会被欺凌 例如在学校被恐吓 变相令到他们在执法现场面临的压力更加大 更加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因为我们尝试翻心想想想看一看警察 我们撤身处地的话 我们想到的 就是他们面对着这些暴徒的时候 就是你们又不肯听说 我们又要执法 如果我执法完之后 你又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们 然后搞我的家人 那么你觉得人非草木 就算警察受过专业训练也好 真的会有一个临界点在这里 也提到建制的社团也组成了一些蓝营 也有很多这些动作 例如7月20日的时候 2019年 就快起了一个守护香港的集会 来支持警察 这些他也当成了自己的pofer 也当成了自己人生的高峰 相信就说当时没有人预计得到 第二天即721那一晚 就发生了这个黑衣人 就去冲击中联盘的事件 甚至乎白衣人 就是所说的蓝丝 就什么721 跟那些黑衣人就在元朗站打起上来 也促使到黄丝、蓝丝、撕裂 进入了一个二元对立百业化的阶段 令到你喜欢的人、家人、亲人、朋友之间 都会吵到瘋、反目成仇 甚至乎断绝来往 我也在节目也提过 甚至乎那些朋友 在那段时间变成黄 我都不敢跟他说太多话 因为我怕牵动到这些东西 或者他知道我 不会支持那些 什么林卓廷、柳俊刚、元朗站 然后反了面 那就更加不好 当时的心希望他们会不会变成正常呢 我看到那些更疯了 722那天 他说走了去元朗站 然后在那里自拍 又说看到时候有什么要帮忙 怕再有什么白衣人来打市民 他们说是恐杂 就说来帮忙 还有很多人说 小心点 怎么怎么怎么 白衣人乱打人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 是不是 然后也问到叶太 冲击中联办的事件 令到北京以为示威者 他们是执意要推翻特区政府的 柯文斯就说 在警方忙于处理中联办外面 和港岛区其他不同地方的执法行动的时候 反而有更多这些反修例示威者 集结在新界港铁元朗站 然后也有大批保卫家园的白衣人 双方爆发了一场来势洶洶 不分黑白的打斗 然后港铁车厢里也成为这些攻击的目标 说明你是谁 然后那些风波 究竟是什么白衣人有颜色背景 是否警方故意迟到 什么无视这些暴行 又和什么白衣人一起 也成为了这场仇恨风暴的风眼 甚至乎连媒体都说心痛护绝 以中间派自居的前环境局副局长陆公伟 他也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用英文回答 都说的很感叹一件事 香港好像被击碎了 他说最难受就是眼看着身边最亲近的人 情绪失控 而自己也叫做爱莫能助 这一点我听到也觉得很深谱 因为为什么呢 我身边也真的有这些人 是瘋得看到721会哭 有什么好哭 是他们要来搞事 当然白衣人也有问题 为什么社会会去到这样的程度 当然有人去推波助澜 柳俊光又过去看看什么事 林卓廷又说特意在港岛区乘港铁 去到元朗站看看什么事 再说亲人和朋友 总是持续地吵架 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劝 是没得劝的 你没得做中间的了 他说可以见到政治 真的埋在社会里面的 好像一粒毒药那样 造成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 其实不单止是两边斗骂的人精神崩溃 站在中间的 即使像我们的《摩罕编辑》那样 哪一边有问题我们都照说 这样也不行 站在中间说的话 蓝色那边你们不要这样 这样只会令到黄色那边 或者社会更加撕裂 这样也不行 就说你是黄的了 当然我们说这些人黑暴 黄圈这些做了这些东西 天地不容 理大围城 很多不同的东西 老作新屋嶺 很多这些不同的东西 多到那时候天天都要说 讲也有时间讲 然后他又会说你是蓝丝 即使《摩罕编辑》 既可以是蓝丝 也可以是黄丝 是什么都可以 即是你没得在中间的 因为两边都情绪失控 就拿来骂 所以这个黄蓝丝裂的问题 两边可能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很high 因为他们有围炉 有同温层 他们觉得很正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市民来说 看到这样的情况 真是如六公伟所说的 爱目能助 两边都是自己的朋友 两边都瘋了 其实社会又怎么能够复到上呢 所以提到这一点 其实黄蓝撕裂这个问题 就是到了今时今日 甚至乎林郑月娥都没有做特首 但是仍然存在 那怎样去修补这个叫做撕裂呢 也是近来有青年组织 去访问了一些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 问问他们怎么看 其中一点就是希望政府能够修补到撕裂 当然我们一般的小市民 都是在网台说一下 但是实际去到执行的位置 很明显都是要等政府去做一些大的政策 我们小市民能够配合得到 修补社会撕裂的话 是一起去帮忙去修补 始终一台握船都要靠驼手 这方面就等特区政府再来 好了今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拜拜